大家下午好 我是第一次用這個大講場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這個 From Open Source to Open Data 會簡介的一個案例是 Open Stream Map的一個授權轉換 先簡短的自我介紹 大家可以叫我Lution或是叫我乘下 我在做廠商的工作 其實就是做自由軟體的授權研究 跟商業模式的一個研究 個人興趣也會碰一些 Creative Commons或是Open Data License 今天呢 30分鐘我希望用比較淺白的方式 為各位介紹一個 新興的Open Data的一個授權模式 希望可以拋磚引玉 會後可以有更多的回響 大家如果對這個簡報內容有興趣 或是有疑問的話 可以透過E-mail 或者是去查我個人 在網路上的Profile去聯絡我 這是我在LinkedIn上面的Profile OK 那其實就是 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我先介紹一下 今年CostCop2012呢 在Legal Station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內容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首先在Pattern 在專利的部分呢 很高興有Shen Cochran先生 還有Armite Hamer 他們會介紹OIN的這個組織 那Shen的場次已經 在昨天已經講過了 那接著我之後是Armite Hamer 他會教各位的開發工程師 怎麼去發掘你專案之中 可能的Prior Art或Patent 然後如果你認為這個東西是 可以幫助自由開源軟體社群成長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把它貢獻出去 所以是一個Defensive Publication 在下面一個場次 那在商標的部分 Tradamark呢 有葛東美格小姐呢 為我們講過了 從商標認識自由開源軟體 這也是昨天的場次 那在著作權的方面呢 有ANT大大Ant 也講了開源城市語言授權之旅 也為各位介紹很多授權相容性的一個實際案例 那最後我這個部分呢 我今天講的其實是著作臨接權 Neighboring Rights 那這個領域其實可能大家沒有去接觸到 因為它是從著作權這個領域 再去衍生進一步的保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CostCop2012 在legal session部分 有專利 有商標 有copyright 還有著作臨接權 那幾乎所有的領域都包括到了 那大家會後對這些資料有興趣的話 我相信CostCop都會把錄影的一個過程上網 大家可以去主網站去查之後的這個攝影 好我們先簡介一下我今天要談的內容 我會跟大家談談什麼是open data 那open data跟open source的觀點是什麼 那第二部分呢我會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有了open source license以外呢 我們還需要open data的license 好 那接下來呢我會講 open stream map open data commons現在草寧也開始在推動的一個 一個新的授權方式叫open database license 它的相關內容 那這個東西非常有趣 因為我主要選擇它當為切入點是說 現在很多open data都是由政府的角色去推動 那是open database license 可以說是從社群的角度去凝造一個社群的 一個open data的一個授權方式 那最後一部分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open stream map 現在正在做open database license的一個轉換 因為他們本來的授權條款是 create comments by跟share like 那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做一個授權吸納 還有授權轉換的流程 那我會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流程 OK 好 那到底什麼是open data呢 這是一個word 這是一個tech cloud 就是去分析2010年在美國舉辦的一個open data的一個團隊 speaker所講的內容還有文件 把這些文件全部輸入進去 然後可以看出來討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張圖裡面看到幾個重點 浮出比較大字的部分 包括透明化 transparency 美國的open government 主要是從透明化的角度來看 他們認為呢 如果事實的公開政府的一些資訊 可以讓政治更透明化 可以讓民主政治更充實 那有的人呢 是從value aid data 從資料價值的方面來看open data 譬如說在英國推動的 就很有資料價值的一個意味 那其實有很多國家推動open data呢 我們不能說它背後有一個很強的中心思想 它可能就是follow一個時代的趨勢 所以這邊寫follow the herd 這張圖是很多人都open data的想像 不過我想了解這是哪一部電影的人可能不多 這是ghost 可能是在我很年輕很小的時候的一部片 台灣應該是翻成第六感人生死鏈 但是我講的不是多慢的地方 請各位看一下open data很多人的想像是在下面這個部分 下面這個部分是什麼呢 下面這個部分是neta 很多人現在看data其實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就像本來的土壤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陶土它只是一個土 那但是經過雕塑 經過燒烤它可以變成一個很有價值的東西 現在很多人對於open data的想像就是這樣 就是說從沒有價值的東西裡面去發掘有價值 怎麼去組裝 怎麼去巡速 怎麼去販賣 這是現在很多人對open data的想像 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那open source跟open data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可以說呢 近二十年來幾乎所有的所謂的公眾授權的模式 都造成於open source 就是自由開運軟體的授權方式 一開始我們提open source的時候 我們強調的是任何人拿到一個open source的軟體 你都有使用它的自由 重置它的自由 修改它的自由 還有再散佈它的自由 然後幾乎是不限制任何目的的使用 這是open source的一個基礎理念 可是呢 query comments其實被open source所吸納以後呢 它也開始學習 但是呢 我這邊用紅字點的部分呢 可能顯示不是很清楚 紅字點出來的部分就是 修改的部分呢 變暗了 不限制任何目的的使用變暗了 我們知道CC條款裡面 其實有禁止改作 非商業性分享 所以這部分其實它是可以 透過標章式條列的方式 把某些自由開源軟體 有的特質給降低下來 這是query comments的使用方式 那open data呢 其實它是一個新興的一個觀念 我們現在只看到 有很多政府的一個做法 大家只同意一件事情就是 資料要盡量把它公開揭入 但是其餘的應用方式呢 現在都還在琢磨 那open source 跟open data 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知道現在你寫程式 你其實會跟很多資訊有相關 譬如說你現在寫一個 不管是iPhone在Enjoy上面 你寫一個APP 你不是光只是城市在那邊跑 你可能還會連接一些資訊 譬如說你現在是個 天氣預報的APP 你必須要結合到 氣象局的一些資訊 你今天是要做高速公路上面 一個車流量分析的APP 你也必須要得到 這些車載資訊 所以從軟體結合資訊來進行應用 已經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所以當你了解open source license 或是你用open source的一些原件 在做一些產品開發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知道 你怎麼去取得這些資料 怎麼進一步去運用這些資料 給大家看一個案例 就是大家認為說這張圖片 有沒有著作權呢 這是一張圖片 我們通常認為圖片都是有著作權 那這張圖片是什麼 這張圖片是超速照相的一個圖片 所以它還告訴你說 我第一張照片照你這邊 第二張照片照你這邊 所以照著這個拍攝間隔 可能是1.5秒 你已經走的這些距離 確定你有超速 通常如果你收到超速罰單的時候 你都會收到我們這邊的裁決的 一張這個 證明你真的有超速 好 這張照片 可是呢其實它不受著作權保護 為什麼它不受著作權保護 我們強大一個觀念 並不是所有的數位素材 都受到法律保護 自作權保護的照片 是有人類意識 或是你的智慧在其後操控的照片 不是所有自動化拍攝的照片 都受到自作權保護 那這張照片呢 是絕對有受到自作權保護的 那就是一個小孩在河邊玩水的瞬間 攝影師覺得突然用他的照相機 拍攝到這個光影畫面 像一個孔雀開屏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畫面 這是一個受到作權保護的照片 因為這有人背後的一個光影的計算 還有創意在裡面 所以我們作權要保護的是 人類創意的表現 人類精神的創作 那像這張圖呢 這是一個甲骨文的科文 如果單單只是這個呢 其實它也不受到自作權保護 因為金文或是甲骨文已經在那邊了 那你做的事情其實只是把它拓印到一個畫面上面 這單純只是一個勞務的產出 這個是不受到自作權保護的 所以我這邊先釐清一個概念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 只要是圖像 只要是照片 只要是一段紀錄 它都受到自作權保護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能受到自作權保護的一個課題 它必須要有人類的精神跟創意在裡面 它才會有保護的事格 所以並不是你所看到的所有數位 都受到法律的保護 所以我們這邊先給一個重點 只有勞務性質的素材呢 並不必然會受到法律的保護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張圖 為什麼我特別舉這張圖 大家看看 覺得這張Warder 這個take a card 它有沒有受到自作權保護 可能會覺得是 這好像是一個很有創意的做法 但是我們看看它是怎麼做的 基本上呢 有一個網站呢 就是www.wardo.net 你可以在它的create頁面之下 輸入一段文字 這個文字可能就是那個camp的 所有的一個論文的內容 或是討論的一個逐字稿 你把它輸入下去 或者是說你提供一個網站的連結 那Warder就會自動去幫你分析這個網站上面 所有的自傳資料 最後就會形成一張take cloud 所以它是一個全自動化的過程 它並不是像你寫文章一樣 有自爭自軸去思考怎麼去構思 所以它是一個自動化產生的過程 所以以我的概念來說 這張take cloud是不受到著作權保護的 它只是單純一個顯示的圖片 所以透過剛剛這樣的講解 我們慢慢了解到 Open Source跟Open Data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差別 一般來說Open Source的授權課題 它都是受到copyright保護的 它是程式碼 程式碼是受到租權保護的 但是如果Open Data 它是low data 或是pew information 單純的資訊 它是不受到法律所保護的 一個你可以說是all rights reserved 另外一個 如果沒有經過組織化的整理 它是no rights deserved OK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差別 那Open Source呢 基本上是all rights reserved 所以呢 Open Source License 是這個作品已經受到保護了 我找到某種遊戲規則 把它釋出去給別人使用 所以但是Open Data呢 基本上呢 如果它沒有被整理的話 它是沒有權利保護的 所以一旦釋出呢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了 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Open Source License呢 我們這邊是找到 讓有權利的東西 能合適釋放出去的方式 但是Open Data很多的方式 是找到讓沒有權利的東西呢 也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運用方法 所以他們剛剛好是從左邊走到中間 或是從右邊走到左邊 那我給一個例子 解釋Open Source 這是 之前我們中央研究院的一個合作團隊 在SourceForge上面找到一個專案 那剛剛好跟他們在研發的東西 是有相關的 那這個專案呢 在SourceForge上面 其實是蠻不錯的一個專案 叫Control 那它是透過Hadoop來做一個 Bioinformatic System的一個分析 那我們的成員就發覺說 它是Open Source的 那它又在SourceForge上 那我應該是可以下載它的程式碼 進行一個研究跟改作 但是你會發覺 去看這個Control的一個頁面 它其實沒有明定任何的授權方式 那甚至呢 你去看它的程式原始碼 是已經release出來 你可以在Git的tree裡面 可以看到所有的內容 但是呢 其實你也看不到任何的coping 或是legal的notice 然後呢 後來我們研究以後 直接聯絡這個團隊的開發者 美國的紐約大學的一個教授 他表達是說 他確實以後是要Open Source 但是他現在覺得程式還不夠好 所以呢 只是先把程式碼放在那邊 還沒有用任何的授權方式授權出去 那請問各位 如果是這個階段呢 你能不能直接用它的程式碼來改寫 其實是不行的 在網路上公開的東西 不表示它已經授權給你 譬如說我們今天看到很多的網誌文章 其實都是公開的 你直接點到它的網站 你就可以用 但是你可不可以直接引用它的內容 你可不可以直接改寫這篇文章 那是不行的 因為受到授權保護的東西 是alright reserve 所以如果它沒有把授權方式 直接訂出來給你看的話 那你是不能去改寫的 這是open source的一個領域 那麼 open data呢 是不一樣的 今天如果你在市場局的網站上 找到相關資訊 這個東西只要它不是資料庫 這個東西你是可以自由地去散佈的 因為它不受到權力所保護 好 OK 所以我們現在把剛剛談過的東西 稍微整理一下 open data license呢 基本上它會包含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還是有一部分 助手權保護 還有database的保護 有些國家 譬如說歐洲有database的保護 在美國現在還沒有明顯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在台灣其實對database 我們也是有保護的 等一下案例我們會進行說明 那另外一部分的open data license呢 它要做的就是所謂的 之前low data 的一個agreement 某些資料 雖然本來不受權力保護 但是它如果整理過的時候 它可能會用一個契約的方式 來跟你講說 你今天還沒有看到這些資料 它如果讓你看到這些資料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可是它還沒讓你看到 它會說 如果你要用這些資料 你要先簽署一份agreement 你才可以去使用 雖然部分 裡面部分是不受權力保護的素材 可是你簽了這個agreement 你就必須要照這個agreement 流行規則來走 所以大部分的open data 我說open data的license 都包含這兩個內容 所謂的司法自治契約自由就是說 我們只要定的契約呢 沒有違反強行規定 沒有違反公序良俗 沒有用詐欺脅 不正當議價 或是違反法律其他的規定 那任何的契約內容 都是有效的 所以呢 從前面講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confused 那因為open data 真是一個非常新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各國的做法 都有一點不一樣 在美國的data.government 他們現在目前呢 其實是交由各個分開的機構 用它的policy 去凝定一個policy 來做管制 在英國的Nation Archive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它有個open government的license 那另外一個在國內其實 應該是說比較稍具規模 其實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一個公開 公開資料平台 他們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授權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US方面 在美國我們方面 看到它是限定policy 然後也就是說下面各個機構 你可以依據這個policy 來定你自己的一個open data的一個授權方式 那UK呢 他們有一個open government license 然後還有一個non-commercial government license UK的做法其實基本上就是把low material 就是釋放出去的 能釋放的釋放出去 那另外有加值有整理過的 它是透過一個收費機制 它其實整理過的資料它是要收費的 那台北市政府呢 它訂了一個台北市政府公開資料使用規範 那我們整理一下這些授權通則呢 第一個 其實通常就是純粹的資料是無償授予 只要公布門放在網路上 你就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這些東西照做法律的預設 它本來就是沒有權力保護的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它整理過的 有資料庫性質的 已經有層級架構的 這些所謂的 重新整理過的這些素材呢 是透過一個有償 譬如說規費 或者是有償一個授權金的方式來授予 那他們當然這些條款都會定說 Data的授予不能跟其他法律相衝突 譬如說國家安全 國防機密個人隱私 跟其他合法權利的保護 然後也會有說 你不能拿國家的名義來幫你打廣告 所以講了這麼多呢 我們其實給大家一個鋪陳 現在的大事就是說 Open Data這件事 大部分都還是政府在做 因為幾乎所有的Data 大部分的Data其實是掌握在 Government的手上 所以Open Data主要還是 Government在做 但是OpenStreetMap這個社群呢 他們另辟蹊徑 就是說這個社群其實呢 據他們的評估 可能是目前事實上 擁有最多的自主性開發的 一個Open Data的社群 所以呢 這跟我們上面講的政府 行訴的Open Data政策 又有點不一樣 我們今天要談的 OpenStreetMap 這個Open Data Base License 就是由社群自發實踐的 一個Open Data License 那為什麼OpenStreetMap 要做這件事呢 之前OpenStreetMap的一些圖資呢 他們是用CC授權 Buy跟ShareLike 來授權出去的 就是說 你如果再使用這些東西 你必須要標明原來的作者 而且你必須要 同樣的授權方式來散佈 那 程式部分它是用GPU來釋出 但是呢 OpenStreetMap的社群呢 在使用CC條款的時候 發覺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第一個 CCBuy它要求說 原則上如果你能列的話 你要把所有的 租座權人的姓名都列出來 那我們知道 一個Database資料庫 可能有數百數千人 甚至上萬人 把資料投出進去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散佈這個資料庫 所有人的名字都要列出來的話 那就變成一個實質的技術障壁 那另外呢 其實CC設計的這些東西 原則上就是要受 就是要給租座權保護的課題來使用的 包含文章、音樂、影片、多媒體 所以呢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OpenData 如果它純是Data來看的話 它並不收到法律保護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用CC授權條款呢 就會有很多 摯愛難行的地方 那其實簡單來說 很簡單 這個是催媽媽基金會的一個 不動產的 就是你如果要租房子 你可以在這邊下載到 你的一個租令的契約 你可以依據內容來改 但是它的內容 一定跟你去核性 隔上租車去 汽車的內容不一樣 你今天如果是租車的話 你的條款內容不需要 有說什麼修山義務啊 那你今天如果是不動產的話 你不會說我房子在修的時候 我必須要有一部代車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不同條款 適用不同的一個授權課題 所以CC條款 如果是專門給這些 授權課題用的 它就不是那麼適合 給整個Open Data用 而是我的時間還剩十分鐘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用 比較快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OpenStreetMap呢 他們量身訂做一個 全新的授權條款 透過一個新的專案 叫Open Data Commons 那這個內容呢 包含的就是資料庫授權 跟Open Data的授權 是Open Database License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除了Database以外的 其他內容 Database Content License 那為什麼他們不用CC0 其實那時候他們有諮詢 Credit Commons Credit Commons說 那如果你們擔心有問題 你幹 為什麼不用CC0 因為CC0就是把所有的權力都拋棄 那OpenStreetMap是認為是說 很多人其實還是認為 有CopyLab的特性 他才願意加入這個社群 來給一些資料 所以他們不能用 這個Public Domain 或者是CC的Lizel的License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做 現在才調整呢 然後他們的回覆也很清楚 這就是人生 千金難買早知道 當初並不知道 Open Data的東西會 如此變得火紅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License的實際內容是什麼 基本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顏色 我把它分成兩部分 一個紅色 一個綠色 紅色代表一個比較強烈的CopyLeft的一個感染性 或是拘束性 綠色代表一個安全的範圍 OpenStreetMap的這個條款呢 把Database還有Data呢 是把它弄成是CopyLeft的 但是其中的內容呢 它是BSD的 內容的部分你可以抽換掉 可是Database的部分你不能抽換掉 內容的部分你可以再授權 Database的部分不能再授權 所以它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 它是有點像NPL 就是 它是一個Database 你改了這個Database 你就必須要用原來的授權條款 那這個Database呢 不能再被再授權 就是說你可以散佈 你可以修改 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名義再授權出去 那這個授權方式是不能被改變的 所以我們之前強調 它是一個CopyLeft的方式 它希望這個Database越來越大 所以呢 基本上它的重點就是說 三個 一個就是Database必須要公開 要open 那再散佈的話 你必須要給這個attribution 然後再散佈的話 必須是share a like OK 那重點就是 它這個Database license呢 不包含程式 不包含專利 不包含商標 不包含這些可區隔的content 像圖片 音樂 或素材 這些可以移到另外一個Database content license 來做處理 所以主要它處理的是 著作權 著作領接權 資料庫的授權 還有沒有 權利適格的這些資料 那它是copyLeft的 那它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你修改它原來的 資料庫 就是變成衍生資料庫 衍生資料庫 你必須照它原來的遊戲規則 可是呢 如果你是個集合式的 collective的Database 那你可以區隔出來的資料庫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授權方式 那重點就是我們剛才講過 CC條款要求把所有租屋權利的人 都列出來 可是現在open data license呢 它要求說 你全部 這個權利人 都只要列open stream map foundation OSM基金會就可以了 就是一個簡化 一個標示的做法 然後呢 它也有一些 現在的條款所沒得 它有個違規條款 就是如果你不照著遊戲規則走 你所得到的授權就會終止 它有個自動升級條款 就是以後它推出來 一個新的條款的時候 散佈者就可以用新的條款 來使用這些database 然後呢 還有一個呢 跟一般政府機構呢 絕對不會出現的 所謂的license related mechanion 什麼叫做license related mechanion 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拿到這個database 你再授權出去 你自己違規了 你的權利喪失了 可是從你手上拿到這個權利的人 他不會喪失 但是很多政府機構的open data license呢 因為它要求要有一個縮密性 所以今天它會要求說 如果你從政府手上拿到這些資料 你違規了 那你接下來散佈的這些東西 你都必須要自己把它收回來 這是現在社群化的open data based license 跟政府釋出的open data的license 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這邊是講說 為智慧財產權 我們有專利 我們有商標 有機體電路的保護 有植物種苗 有其他的各種保護 那著作權裡面 保護語言 音樂 程式 電腦著作 這些主要都不是open data based license 是要處理的 open data based license 是要處理的是 著作領接權的部分 它牽涉一部分的著作權 可是大部分是在寫database的一個保護 所以我們這邊 就是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什麼是權利 什麼是法令的權利 權利這個東西就是你有 我也有 大家都有 這個才叫權利 如果在一個社會裡面 只有少數人有的 那是權利 是力量的力 所以 今天我們必須要知道 open data based license 它要處理的是一個沒有權利的東西 所以它必須在契約方面做一個更精緻的管理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資料庫在我們國家 在司法判定裡面是受到著作權保護的 你今天在一個法規資料庫裡面去查條文 你查著作權法 你把這些內容全部印出來 沒有關係 因為法條是不受到著作權保護的 可是今天呢 如果有人用一個科學的方法 把它整理出來成為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在我們國家 是有編輯著作的地位 在智慧財產權97年 刑述上至第41號刑事判決 其實就是有另外的出版社 他去抄襲了法源資料網 他的資料庫的內容 所以這是一個刑事判決 就是在我們國家資料庫是受到保護的 所以這張圖呢 如果單單只是一頁的拓印呢 它不是不受到著作權保護的 可是今天如果你把它整理成一個條目 譬如說金石子集或是各個地方呢 或是一個有系統的整理成為一本書 這本書是編輯著作 它是受到著作權保護的 所以我們現在資料庫呢 也是像編輯著作一樣 受到部分的著作權保護 OK 所以接下來是一個practice部分 我可能跳得很快喔 四分鐘喔 這是之前收集社群朋友的一些想法跟問題 大家會問說 用這open database license呢 如果整合自己的database呢 然後我用雲端或開放API的方式分享給別人 我能不能商業化 我需不需要遵守什麼條款 那我先強調一點是 open database license是可以商業化收費的 但是你必須要盡它的標示義務 大家拿到那份簡報以後可以去看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簡單的標示義務 那它並沒有要求你一定要提供整個database的一個授權 其實在4.2條跟4.6條的講 只有兩種狀況之下 你必須要提供這整個database 第一個就是 你實際sample這整個database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你讓別人可以完整分批的去下載到這個database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你當然就必須要提供整個database 如果你只是透過網路透過雲端透過某些方式讓別人操作 其實它個別抽取出來的資料都是不受到保護的 除非它現在下載了整個database 所以這部分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雖然它是copy-left的 但是並不是像你想像這麼可怕 就是你只要抽取到一部分的data 你只要抽取到一部分的表格 你就必須要提供全部的data跟表格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其他內容大家應該可以跳進去看 OK 所以最後我們的強調就是說 目前這個open database license 還是只是在調校裡面 它還沒有被實際應用 那希望它以後可以做得越好 成為一個社群的一個典範 那目前他們的流程 第一個是徵詢社群意見 open stream map 現在已經完成了 那調整條款內容也已經完成了 那麼 就是新加助貢獻者 他們都要求他們要簽一個授權聲明 說以後可以同時用CC open database license來釋出 這個已經完成了 但是呢 即興給過往用CC授權的使用者說 之後我們轉成open database license 你願不願意改用open database license 來授權你的圖資 這部分還在努力 所以是目前現在還進行到這樣 所以並不是說現在open stream map 所有的圖資 都已經開始用open database license 來授權了 它應該是一個未來式 可能發生在明年或是更晚的時候 OK 那結論就是說 大家如果對open data的這些訊息有興趣的話 在十月份在中原會會辦一個co data的國際研討會 那這是一個已經 這是一個資訊交換的一個國際研討會 已經辦了十幾二十年 是一個非常有傳統 有歷史意義的研討會 那今年的主題其實就是open data 大家可以去follow這個訊息 那另外呢 TronoCC呢 現在也開始做open data的一個議題的一個研究跟蒐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它跟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 在九月一號有辦一個活動 那這份是用CC授權的 那我想我剩一分鐘的話 我們可以再接受一個問題 謝謝陸行 那請問大家 這場各位有沒有人有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有一個問題 沒有人有問題嗎 其實我剛才看了我有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 剛才分說 如果有創意的話 是有被保護 但是raw data是沒有 但是如果這部分有爭議的話 我們應該是怎麼尋求解決知道呢 就是一個東西 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 一個東西 其實齁 最後都是要靠司法判決 但是呢 你可以參考到很多的文錄 我知道創用CC 近期會釋出兩本的一個參考文針 一個是open government的一個文件 另外一個是fair use的文件 那它裡面就是整理的 現在司法案例裡面 包含哪些東西是受到保護 哪些東西是不受到保護的 所以如果參照這些意見 原則上 其實你就可以有一個大概的輪廓 因為其實在實際司法判決的時候 法官他也會去參考這些 所謂的國際學者 或是民間學者的意見 好 謝謝 好 謝謝陸行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